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咖啡馆是你七年前就毅然决然觉得说不行 我这样去抢人也不是办法 所以才决定要开办的吗 常常就会讲说其实好人跟坏人拔河 其实人多的一方就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杯咖啡的时间 去了解这个议题 了解这个社会底层 如果你愿意伸出个援手 你或许就可以翻转一个孩子的生命 感谢观看